團文中的超自然精彈症狀 欸這是第三集啦 所以你們也不要太期待好不好 他們這個 這個作者做的這一系列遊戲 就是在那邊 講講幹話而已 好不好 好不好 他說喔終於找到你了 欸前輩前輩等等聽一下 他說喔這位是 新生啊高校生活已經習慣了嗎 還沒習慣 從早上開始 學年主任就一直在那邊靠北說教 一直講幹話之類的 真的是太糟糕了 從早上開始 從早上開始 太誇張了吧 有些屁話我稍微跳過一下 真是的心情都變得超不入的 你看 我的臉色都變超暗沉的 今天一整天都會超不入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 今天晚上 要轉換一下心情 一起出遊一下嗎 要去哪裡 卡拉OK嗎不是 要去 逛心靈 這個該怎麼解釋啊 靈異現象的出沒點啊 心靈 spot 心靈 spot 鬼出沒的地點啊 簡單講 這邊都屁話不用看了 靈異地點 對啦 有鬼的地方啦 好不好 心靈 地點 靈異點啊 這個前輩是 之前的那個 有延續嗎 後面那個是誰啊 這是在什麼時間線啊 他說前輩你遲到30分鐘了耶 不是說9點要集合嗎 哪一誰喔 我會反省的 完全不懂你在說什麼 他說我這次 我只有這次會陪你來喔 我特地 從補習班 請降 來到這裡 可是 我知道囉 那傳聞是什麼 會出來啊 前面那個墓地 會有東西出來 發出 很痛苦的聲音 從墓 墓碑的陰暗角落 往你這邊 偷偷看過來 男人的幽靈 新的後輩喔 Noriko 角色白眼 就白目啊 嗯 你是不是不相信 你帶來的這些傳聞 實際上 聽起來都不太可信耶 真的有人看見啊 絕對不會錯的啦 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同學 還說 說他跟那個男的幽靈 赤木相交 媽的要發作了 好自然淨淡現象 很後悔 但是很想看 那是什麼東西啊 你生病了嗎 身體不好嗎 我們還是回去吧 你是笨蛋嗎 怎麼可能回去 回家就代表輸啦 休息就輸啦 笑了就輸啦 他說你集合時間到了都還沒有來 都遲到了 我真的以為你背叛我了耶 算啦不管了走吧 四弟 工作就輸了 對 這是什麼東西啊 他說你好像沒有穿 你平常穿的衣服 啊幹 都是屁話啊 他為什麼都穿體育服在那邊走來走去啊 欸等等喔 有些路是不是可以走啊 他這個系統不知道會不會像上次一樣 一關就是一個集這樣 他說啊還沒到嗎 那個墓地 我們都已經走到森林裡面來了耶 應該是就在前面一點而已了 沒錯沒錯 就在前面而已了 稍微前面一點 有一個墓地 嗯 兩條路耶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實際去墓地 為了找恐怖的事情自己跑去墓地過啊 靠北這什麼 地藏 怎麼會在這邊有地藏 只能點一次畫而已耶 這邊應該就是達成一個條件而已啦 現在你們要去墓地已經很少了好不好 除非到一些比較荒郊野外的 或者是鄉下的地方 你們還可以看到那個 圓形的有沒有 很傳統的那種 有墓 或者是人家那塊地就是買來 自己的龍位有沒有 現在都處理掉了 都挖掉了 不管是為了美觀還是要 蓋其他的建築物 很少了啊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就在我家 附近對不對 在玩的地方 那邊就去 就有一些 零零散散的墓碑啊 但是後面全部都改掉了 都變公園之類的 都移走了 山區很多 沒有吧 像我去鄉下玩的時候也有啊 可是都沒 都處理掉了 剛剛是什麼聲音啊 有咔嚓咔嚓咔嚓聲音耶 不是什麼野豬之類的嗎 森林中 不是不是 如果是野豬的話 那也太糟糕了吧 前輩到了 那個就是傳聞中的目的 喔那個啊 欸Noriko是前面那個 還是後面那個啊 Noriko是黑髮沒錯吧 幹他媽又有一個變態 有什麼東西在那邊欸 出現啦 Micky太糟糕了 真的出現男人的靈魂了 前輩冷靜一點 這個傢伙不是幽靈 在說什麼東西啊 不管怎麼看他都是在 墳墓出現的男人幽靈 沒錯吧 不是的前輩你仔細看 這個男人 肌肉異常的發達 的 大叔啊 什麼肌肉異常發達的大叔 他有名字叫卡茲吉 離我的極限還有兩次 他是在做深蹲是不是啊 如果我在家裡面練習 練肌肉的話 老婆會說我 練身體的器材聲音很吵 如果想要去健身俱樂部 練身體又會說被讓 被說浪費錢 所以只能來墳墓牧場 偷偷的練肌肉 我剛好考慮到這邊的場所吧 會招到天譴的喔 我現在正在 正在集中精神練肌肉 你可以不要跟我講話嗎 前輩我們走吧 不要理她了 唉說的也是 十二十三 不行了 八七 深蹲救台灣 這到底是哪裡出來的話 我他媽每次聽到這句話 都是從三根嘴巴裡面說出來的 懶教一公分 講什麼深蹲啊 在這之後 把知己 練肌肉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他參加了 健美大會 但是卻落選了 蛤 他訓練白費了啦 白癡喔 這什麼都市傳說啊 欸你有聽說嗎 在墳墓地出現的那個男人幽靈 其實就只是來 打掃墳墓的人而已 他說啊真的嗎 我以為 不只是這樣欸 啊 說那些是幽靈觸摸的人 真是笨蛋欸 但是算了算了 我一開始也不覺得 那個是幽靈觸摸 欸欸欸 還有另外一個傳聞你知道嗎 什麼什麼趕快跟我講 工友 用懶教深蹲喔 你可以嗎 要不要表演一次給我看 這是我朋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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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給我聽的 離學校很近的 巴米亞 的 道路 有一個很舊的公公電話亭 公公電話 那個公公電話到 晚上11點左右 會打來 不知道哪裡來的電話會響起 你如果接起電話的話 對面會傳來 很小聲女人的声音 在那邊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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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QQQ 記憶 memo 在那邊... 出沒? 而且 公共電話已經被撤走了 但是撤走的那一天 那些工人 卻突然得了大病 然後受大傷 結果卻沒有撤走 就說你要撤走公共電話 你就會被作祟這樣子啦 詛咒的公共電話 馬的 應該又是一些 垃圾傳聞 前輩 這次的傳聞真的很糟糕 真的真的真的 晚上11點的時候會突然 響起的恐怖的公共電話 一定是那個死掉的女人 想要傳達給我們什麼消息吧 就算你這樣講 聽起來也完全沒有 信用啊 但是拜託你相信我啦 這是真的啦 前輩你有帶鹽來嗎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你可以撒鹽 你看 我帶來了 你就帶這麼一點點 太少了吧 對不起 剛剛在... 阿Famia是便利商店是不是 剛剛在便利商店 他買了溫泉蛋吃了 所以剩下錢很少只能買這麼一點點 你到底在裝殺小啊 這是我們唯一的防幽靈手段呢 要進化過的鹽 超市買的鹽沒有用 你怎麼知道 阿黑狗血一定要黑狗的血嗎 如果他的腳是白白的 就不算黑狗了嗎 阿雞血要攻雞血還母雞血 全家 阿咪 阿咪 還有剩下一點點啊 應該有效吧 不要在那邊 蛙蛙蛙蛙的鬼叫阿 媽的 你就要用這麼一咪的鹽去 擋鬼嗎 阿咪 紅紫尿 他說這條街上雖然有... 路燈 但是還是很黑呢 消失的路燈 陰暗的... 道路 等會一條...怪異的影子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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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氣氛好不容易吵起來了 前輩 鏡端症狀出現啦 他忍住了 我知道你很想要看這些超智能現象 我們趕快走吧 這前輩 超智能現象對他來說 就好像麻藥症狀一樣 就像剛剛那個一樣 幹他媽...每天不吸一口不行 不吸一口會死這樣 反射率100%的狗是殺小 糯米 對啊 糯米打鬼嘛 阿你怎麼知道這... 這糯米裡面每一顆真的都是糯米阿 要不然怎麼辦 超小吧 Mikki燈了 怎麼了 突然這麼急 我有點害怕 就算是前輩也會害怕捏 沒事的 大概吧 反正你有拿著鹽嘛 雖然很少 說得...說得沒錯 應該沒事吧 那就想著快樂的事情 邊想邊走吧 快樂的事情阿 恩...想不起來 媽的 這兩個女的都少根金阿 這整個遊戲系列的女生都少根金 看一下岔路是在走哪裡阿 不知道是前面還是後面 欸不會吧 直接遇到了喔 阿電話停到了欸 欸別走阿 那邊還有岔路沒走過 阿岔路不用去了阿好不好 算了阿 應該... 就像以前一樣不會有什麼... 分歧阿 電話完全不會響欸 都是前輩一直在全家待這麼久的關係啦 電話早就已經響完了 早就跟你說趕快來了 你是吃什麼蛋阿 這也沒辦法阿 這個月雜誌 真打工的全部都... 我要看一下雜誌上面 真打工者的情報 然後... 每一篇...上面都有一些... 額外的優惠 比如說什麼加薪阿 什麼休假比較多阿 他要把那些全部都看一次 非常豪華的... 應徵者雜誌 我才不懂那個東西咧 阿 太失望了 反正從一開始電話本來就不會響吧 不一定喔 你馬上就相信傳聞就是你的錯 唉...沒幹勁了 回家吧 又白跑一趟 馬上要出現了 噢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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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九關鳥 佛巴桑 他說 小九 你真的很熟練的呢 小九 我超愛小九的 九 九關鳥 他在學電話聲音啊 他說啊 那邊的學生 晚上好啊 晚上好 晚上好 你是在散步嗎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 他是加班完之後回來 雖然已經很晚了 然後帶他的養的九關鳥 小九出來散步 就會混到這段時間 呼呼呼 他說你聽看看小九叫的聲音 來啊 小九 加油啊 來叫一聲噗嚕嚕嚕嚕嚕啊 小九快叫 哇 飛走了 靠北 小九回來啊 幹 唉 他說我知道 什麼都不要講 氣氛 氣氛 氣氛太糟糕了 回家吧 是的 遇到一些屁事情 噗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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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之後 九關鳥 再也沒有回來歐巴桑的身邊 哇 又是一個廢傳說 廢傳說 媽的 欸你有聽說嗎 那個詛咒的電話 終於被 撤走了欸 被 被拆掉了 真的假的啊 終於被拆掉了 沒事吧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就撤走了 所以 結果 就只是個傳聞而已啦 沒牽繩 你們 你們應該都有看過 比如說帶鳥出街上 或者公園去散步的民眾之類的對不對 他們的鳥 腳一定會有繩子嗎 那這樣子不就 感覺鳥其實沒什麼人性啊 因為 不會像狗一樣 比如說跑跑跑跑它還會回來啊 是不是這樣 鳥類的是不是就 就 就不見啦 鳥類的是不是就真的就這樣子 飛了就飛啦 放開就真的飛走給你看 啊 可是你看 你把你養鳥 你養狗 你養貓 你帶出去它就跑掉就不見了 那 對它來說 在外面變流浪狗 流浪貓啊 流浪鳥才是怎樣的 它自己不會有一個想法說 哇 在外面生活好辛苦喔 還要搶吃的 有一餐沒一餐這樣子 鳥是獵物動物有本能 蛤 果然呢 我一開始聽到這個傳聞就覺得是假的 什麼詛咒電話 不可能啊 說得沒錯 而且話說回來啊 你有聽說嗎 今天早上 欸什麼東西啊不知道 昨天排球 布的 某個人 在學校附近看見了拿著 刀子奇怪的女人 蛤 在電車廳通過之後那個女人就不見了 這個完全就是幽靈對吧 太恐怖啦 太糟糕啦 太猛啦 嗯 如果再出現的話一定會嚇死 而且他拿著刀欸 最好不要一個人過去喔 最好跟人 肉伴回家 上車比較好 哼 他第一眼看到的會是母親 踏切的 踏切這個日文是什麼意思啊 我不懂 這個我完全沒有接觸過 沒有記到 大切 現在google一下才知道啊 什麼刀女 那個 到底怎麼回事你要說明一下嗎 蛤 平膠道 樓梯 不是啦 那個前輩 一直以來我們 一直以來 你都在集合時間都遲到30分鐘才來 我在想你這次應該也會遲到吧 所以你就晚30分鐘來 你是這個意思嗎 他 他們在吵的就是 他以為前輩會晚30分鐘來 9點半才來 所以這次他就不要9點來了 他就故意9點半才來 結果這次反而讓前輩多等了30分鐘 真的對不起 下次給我小心點 是 這種前輩蠻雞的 幹 做也不對 不做也不對 那這次的傳聞是什麼 他踏切有沒有人講啊 平膠道 OK 平膠道的刀女 出現在平膠道的刀女 有排球部的人 在平膠道的對側看見了 而且那個刀女 在電車過去之後就不見了 這次是刀子女啊 你不相信對吧 嗯 這次的傳聞絕對會中的 你每次都這樣講 結果每次都沒中 嘻嘻嘻 你太天真了 我對這次的傳聞有非常大的自信 要說為什麼 因為看見刀子女的那個排球部的孩子 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很誠實的孩子呢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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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前輩正誕出現啦 雖然很後悔 但是很想看 趕快走吧 跟他講早一點點時間 啊不是啊 啊 女生相處你們也知道嘛 就不就是這樣子 常常有時候就為了一點小事情 就開始在那邊吵架了 然後就 比如說兩個女生嘛 他們本來是很要好的同學 然後結果某一天 其中一個女的對 另外一個女的 喜歡的男生 不是講了兩句話而已 並沒有任何其他意思 然後兩個就吵架了 然後就吵吵吵吵吵吵 五年都不見面 我跟你講這他媽的超 超 超容易看見的 真的真的為了一點小事情 然後他媽的 明明已經認識十年二十年了 然後就他媽的 就再也不說話了這樣 那機欸 真的真的真的 他說欸 你身上有帶著遊戲機還是什麼嗎 你是最近買的嗎 遊戲機 這是舊的欸 怎麼了嗎 沒有我是在想 遊戲 玩遊戲的朋友是靈人 很寂寞 你在 Online線上遊戲是一起 玩的朋友都沒有送朋友申請嗎 如果可以的話 現在的遊戲機有這個功能喔 可以線上交朋友喔 雖然我有發送 但是都沒有人接受 哇這樣實在太邊緣太可憐了 那 請等待我變成可以買遊戲機的大人之後 我們來 加好友吧 那就這樣吧 幹 怎麼那麼可憐啊 其實我們都在說男生是邊緣肥宅對不對 你們仔細聽 你們仔細聽 我們都在講說 啊你是邊緣肥宅啊 叫不到女朋友啊 殺小殺小殺小的 你一定是很醜很臭啊 髒很酸很油啊 實際上喔 也有很多女生是 沒什麼朋友 然後也是很邊緣 這樣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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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啊 恩 這是那個什麼 古...古式塔什麼的嗎 Kokeshi Kokeshi Kokeshi的中文是什麼啊 啊所以說 邊緣肥宅如果能夠找得到 邊緣女的話 兩個應該還滿合得來的吧 反正都很邊緣吧 木偶 以前的木偶 怎麼會在路上啊 不過好像常常看到呢 應該都有吧 我要講的不是日本木偶 我要講的是 銀魂他們做的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啊 銀魂裡面 四個字 想不起來了 然後銀魂 我真的完全沒有在看 聽說後面都是正經劇情對不對 嗯...到了 傑士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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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就有英文啊 傑士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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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這就是傳聞中的瓶交道 等等你不要推我啊 你做好準備了嗎 啊趕快走吧 騎士塔威斯炸彈 怎麼沒有看鐵軌啊 奇怪的女人在嗎 不在嗎 沒有看到捏 那今天身體不舒服所以休息了嗎 這怎麼可能啊 對啊不可能啊 從一開始就沒有人看到拿著刀子的女人吧 怎麼可能不可能吧 你這傢伙啊 一下就相信人家說的傳聞 這都是你的錯啊 感覺很失落啊回家吧 唉 又浪費了時間 嗯 突然有一股 暖暖的風 吹向 我的臉上 安靜點 什麼東西過來了 哇 哇 卡 卡 他怎麼拿著刀子不是嗎 他怎麼拿著魔法杖啊 出現了 欸 Micky太糟糕了 真的拿 真的有刀子女出現了 欸 前輩冷靜點 這不是刀子女啊 在說什麼東西啊 不管怎麼看都是刀子女吧 不對啊前輩你仔細看這個傢伙 他是鎮上很有名的魔法少女歐吉桑啊 什麼東西是魔法少女大叔啊 少女會變成歐吉桑喔 前輩請小心一點 魔法少女歐吉桑 你如果接近他 他會用他的魔法棒 對你施展魔法的 這什麼對話啊 怎麼這麼猥褻啊 魔法少女歐吉桑 會用他的魔法棒對你施展魔法 什麼東西啊 用他又硬又 又短的魔法棒 一公分的魔法棒 這樣太糟糕啦 對那種不知來路的魔法 饒了我吧 魔法少女歐吉桑 我是愛與正義的美少女戰士 TELAMOOM 代替耕耘基懲罰你 蛤 蛤 蛤 今天怎麼都玩到那些歐桑遊戲啊 前輩怎麼辦 你仔細看這個人 他是住在我們家附近的佐佐木吧 這不就是佐佐木的老公嗎 那個拍謝齁 你是佐佐木的老公嗎 蛤 什麼 你說什麼 我是美少女戰士 TELA 在這之前 你吃了你太太做的餃子 很好吃 真的是感謝你 非常好吃的餃子 請告訴你老婆 請轉答 住手 前輩 再這樣下去他會湧上究極魔法的 我們回去吧 好吧回去吧 他為什麼要說代替耕耘基懲罰你啊 你如果說代... 代替... Rodoro 我還比較理解 代替耕耘基是哪小 在這之後 佐佐木先生反省了 對於自己的cosplay活動 限制了自己的cosplay活動 再也不會直接穿上街了 他說欸你聽說了嗎 評價到的那個刀子女 實際上 就只是個普通人而已啊 蛤?什麼東西啊 太失望了啊 是因為旁邊太黑所以看錯了吧 蛤? 蛤? 欸前輩前輩前輩你聽一下 聽一下聽一下 這次又怎麼了 早上又被 教務主任抓到說教 又被抓到 他說你這個 懶散的性格 制服上的扭扣都沒 都沒扣好之類的 什麼意思啊 扭扣扣不扣還有分派系喔 你說 就說你是扣扭扣派的 我是不扣扭派的 我是穿內褲派的 你是不穿派的這樣子喔 這學生之間也他媽太無聊了吧 啊真是的 從早上開始 就開始覺得超級不耐煩啊 已經要爆發啦 壓力MAX的感覺啊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心笑話嗎 前輩 今天晚上要去嗎 你有種不好的預感 我剛剛聽到了很 超級不得了的傳聞喔 而且是那種 超級恐怖的傳聞喔 要去嗎 他說你啊 很抱歉 我最近很忙欸 這之前不是已經跟你講了嗎 欸你不要這樣講啊 我們一起去啦 真的很恐怖很 不得了很危險 就在學校附近而已啦 那個傳聞的場所 那個傳聞 那個傳說真的有辦法相信嗎 每次你帶來的傳聞都是一些 不太能相信的屁話 相信我啦 這次一定有自信 我 我很有自信 前輩一起去吧 馬的 真是的 我原本想說今天晚上 要去大拍賣買 殭屍遊戲來玩欸 不拉出來派是什麼東西啊 有沒有扣第一顆鈕扣 什麼大姐頭穿最短裙子啊 普通 欸沒啦 他說有很可怕不得了的傳聞 然後就沒有了呢 等於是留下了一個伏筆這樣子喔 最後就沒有了啊 就代表說 他們一直有在 有在跑超自然活動 但是一直都是遇到一些 阿里布達的東西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 這一話是不是接到第一話 就是說 後背就敲辯子啦 啊可是怎麼死的 怎麼怎麼沒有講啊 還是之前有講啊 條件沒達成喔 沒有沒有 這個遊戲沒有這回事 這個遊戲沒有這回事 這次 這次是真的 這次沒有死人喔 這次應該是留到第一集了吧 第一集的時候死人了吧 不是在一個很突然的點結束啦 有沒有想說最後會來個爆點之類的 比如說要跑出一個傳聞說 欸欸欸欸 班上那兩個很喜歡跑超自然活動的 那兩個女生對不對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男的啊 沒有啦 雖然有點期待後面會發生什麼 但實際上沒有了 然後這個作者的遊戲對不對 再去找一些 再去 看有沒有什麼可以玩的 他的作品其實有十幾個欸 但是有一些 看起來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玩 比如說有一款遊戲叫異音欸 就是 就是你他媽的輪胎有異音 那個異音那兩個字呢 那到底是在玩什麼東西啊 可是 大部分的都是短篇 不知道會有什麼爆點 我怕是沒有爆點 然後直接就沒有了這樣 也有可能啊 好不好 沒有啦我先關掉了這個 我再去找一找啦 看有什麼有的 有的沒的可以玩啦 好不好